会过日子爱干净 这可是很多大姐找老伴的理想条件 但李大哥说了 这都不算啥 他这辈子最大的优点 其实是宠媳妇 我疼一些我疼 太过了 他的邪油都是我的 这话咱可以从灯说 没打过邪油 哭了 你敢赶紧买的都 林叔之前我得拿嘛 我给擦了 李大哥告诉红娘 他和老伴一直感情很好 本以为可以一起厮守到老 没想到一场病魔 夺走了老伴的生命 稀泡的子冠癌嘛 就周身的血液都是嘛 咋说呢 就是判死刑了 当时老伴被确诊时 医院直接判了死刑 但李大哥不认 用他的话说 夫妻一场不能放弃 人家说顶多四五个月 不行我不能丑到死 夫妻一回嘛 我就没干 哎呀 电疗完了 那时就出院了 出院完电疗 电疗后不行了 得加那个化疗了 一周加一次 后期呢 这个就不够了 转到零八呢 去的人家子是 差三 十八点三年 老伴儿本来只有四五个月的寿命 在李大哥的照料下 又延续了两年多 李大哥说 他真的尽力了 就一半十一半九次 早上起了第一项 小块拽出来 消完毒 又不是给他周上 周上忙就开开洗脸 洗完脸呢 这一开始 刚落床是吧 洗脸 洗完脸呢 给头子给他整了一缩了 然后我就给他插着我 插完之后喂 喂完了 一买了一片就来 来两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李大哥一天都没懈怠过 最后老爸的遗愿 他也都做到了 一一满足 第一个 我不能使华上的 就是个老王 恋我 你不能使华上的 老龙 是新路 死呢 我这次讲 不到四月 这个是您 妻子的遗言 我都答应了 如今老伴去世 已经十年了 他也该找个伴了 说到找老伴 李大哥的要求 那是既简单 又务实 就是要按照 你找一个 这趟热 也不要给我飞行 不要我行的 这事哪事 没用 就咱俩给身体养 往不想想的 对吧 多活几年就得了